老師已經進入簡報36月之後 要麻煩大家先準備一顆LED燈 好 一顆LED燈 然後呢 我還需要兩條公公的副方線 如果老師你要不要直接插在麵包板上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公爐的齁 那像這樣子我就插進去 插進去 待會呢 這個線還是會接到這邊 但是 我就可以像這樣 像這樣子 如果我在這裡 那我這樣插出來的話 這樣插出來的話 你這個線就有一點空間 你是不是可以像這樣就黏在牆壁上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吧齁 如果你想要插 你的燈不是直接要在麵包板上 那你是想要把它吸附在這個上面的 這樣就可以把它黏在上面 就看你 好 如果呢 你覺得這樣不好看 你也可以這樣子 穿過這裡之後 就變避燈 看你啦齁 看你要怎麼做 有 慶菜 嘿 就是你覺得方便使用就好了 好 那我現在比較單純一點 我就是插在我們的麵包板上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的麵包板的話 您先確認一下 我們LED燈有分長短角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所以呢 我的 假設我長角我放在右手邊好了 短角在左手邊 短角在左手邊 我先插上來 那現在呢 我的 因為用的麵包板 我就用公公的杜邦線齁 我就這個 接在它後面 另外一條也是接在它後面 好 那你再確認一下 我右腳是長的 左邊是短的 所以說 我可以知道 在這邊 藍色的 我的是正極 橘色的是負極 那負極的話 我們就接到這邊 好 你的開發板 左邊的最下面有個GND 我就接到這邊來 那右邊這個 我們就統一接在05 好了 好不好 接在05 欸 還是接在0 欸 把它接在02或00 好了啦 因為等一下還會用到 還會用到別的地方 我把它接在02或00 我們一樣都在左手邊這裡 有一個02或00 這老師您可以自行決定 好不好 02或00都可以 因為LED燈比較沒有什麼太多的限制 我們封鳴器 或者是像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封鳴器 還有一個 激電器 它就會有一些角位上的限制 好 我這邊是接0 那長短角接哪一個 長角是正極 短角是負極 所以負極 通通都是接GND 只要是負極就接GND 你就是接地 那正極的話呢 本來它應該要接電 可是因為LED燈 這個還蠻省電的啦 它透過角位本身的電就會亮 所以就直接接到這裡的02或00 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長短角接02或00 有關係 有關係 短角要接在GND 長短角接02或00 對對對 只是你自己要記住一下 你如果是接00的 待會我們積木就是用00 如果你是接02的 那積木就是用02 硬體接好之後 我們就回到層次那一端喔 來 我們剛剛在webduno這邊 是不是做了一個新的 開了一個新專案對不對 如果你還沒有開新專案的 也沒關係 你就從上面這裡 增加一下齁 在這裡按一個加號 就可以增加新的專案 那我用今天的日期 先進了 我先開一個新專案來 老師您進到這邊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齁 他的blockley呢 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 就是一個目錄的功能 好 左手邊 那你要用到哪一個 你就點那個打開 那我們的blockley呢 在雲端板這邊 支援的元件最多 所以他有幫你做更多的分類 有沒有 發光的 輸入輸出的 就會比較多 那首先 我們先把硬體先解決 我有一個開發板 所以麻煩老師 你打開開開發板 點到這裡 把第二個 這個機目拿出來 第二個 開發板裡面齁 開發板控制裡面 有一個開發板這個目錄 你把第二個 按一下 他就拿出來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開發板 叫做smart 對不對 你這邊 可以先 點一下 我用smart 透過Wi-Fi 那麼 要連線到哪裡 這時候就要看一下老師的那個 我們簡報第一頁裡面有那個WebDuno設備資訊 對不對 在這裡 有沒有 您看一下您的那個 裝置上面那個號碼 你們那個紙盒上面還有開發板 後面不是有一個號碼嗎 九十幾啦 八十幾啦 或者零一零二的 你就找到這個 我們要的是他右手邊 這個叫Device ID 好 所以你對應一下 看看您自己的是哪一個 有沒有 這邊已經變綠色閃電了 表示我的已經連上線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貼到這個地方 表示我待會兒要來這邊 控制它 那我們現在 有的開發板 我們是拍一個LED燈 所以我再找一下左手邊 LED燈在哪裡會發光的 在這邊 發光元件裡面 LED燈 那WebDuno的積木呢 它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 所有元件的 第一個 通常都是這個紫色的 就是用來設定它的腳位 你腳位一定要對齁 你如果不對的話 那就 沒辦法控制了 機動壓降 所以我把它拿出來 我們剛剛LED燈 以我的來講 我是放在 00 所以我就是預設的這個00 如果老師剛剛接在02的 就是接到2 好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 這樣子代表我的硬體 已經都設定好了 那我們可以先試看看它會不會亮 所以 相同的元件 它的 程式積木 都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LED燈所有的控制都在這裡 我們就讓它閃爍看看 好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 那好了之後 您可以執行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像YouTube那個播放 你把它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您的設備有沒有在亮 有沒有 這樣 LED燈你就可以控制了 先確認一下到底有沒有成功 現在呢 我們當然不能只有這樣子 因為我們代表要做的功能 是還蠻多的 所以 這種方式是按下去就執行 可是我現在做一些互動的時候 來 老師請你先把 右上角 執行的先把它停止一下 你如果沒有停止 我們代表要的這個燒杯 你不能按 好 所以請你先把程式先停止執行 好 停止執行之後呢 上面這邊有一個燒杯 你把它按下去 燒杯就是我們要來做互動的地方 好 燒杯這裡 按下去 那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這個區域 我們先把它換到遙控器 倒數第二個遙控器 就互動的方式把它換成遙控器 您會看到 是不是有一個遙控器就跑出來了 而且它有附贈的一個小螢幕 可以做訊息的回饋 好 那你除了這裡會有改變之外 還有哪裡會不一樣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當你有把燒杯打開 選好互動方式之後 在我們積木的左下角這裡 會有相對應的積木跑出來 所以你今天選的 如果是點擊燈泡 這邊就會顯示 點擊燈泡的積木 如果你連燒杯都沒開 這個就完全不顯示 就是它只會顯示相對應的那個互動方式而已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剛剛是測試一下 看看你的硬體有不OK 對不對 來我先把這個積木 剛剛的LED 我先把它丟掉 那怎麼丟 你可以按Delete 也可以丟到左手邊 它怎麼來就怎麼回去 好 丟到這個左手邊的目錄這邊 也可以刪掉 好 好 現在呢我們就按遙控器囉 因為我們遙控器上面有很多按鈕可以借我們用喔 對不對 你可以指定 好 我如果按這個 我就開燈 還是按地勤按鈕做什麼事情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齁 來 我們試看看好了 來 剛剛我現在是不是只留兩個積木在這裡 就是閃爍的積木我丟掉了 然後我找這個遙控器按下去 第一顆積木 你就可以拿出來了 第一顆 有沒有 遙控器裡面的第一顆 記得燒杯一定要開喔 而且要對應到遙控器 你知道這個積木可以用 好 我把它拿出來 你看我把第一個拿出來 好 後面這裡 後面這裡 按下去 你現在這裡所看到的 就是我們遙控器裡面所有的按鈕 所有的按鈕 但是注意一下 第一個不是零喔 第一個是那個紅色的那個有沒有 電源開關那一個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好第一個 所以我如果希望我按到這個我就開燈 可以嗎 好 所以我按到它 那我要開燈 所以怎麼做 來這裡 發光 LED燈 就是要把它變開 把它拿出來 有沒有 找LED燈這裡喔 你要控制真的東西 就要回到什麼 Blockley 比較上面的積木 如果你要做的是右手邊這邊互動的 就是要找 遙控器裡面的 這樣你了解了 這樣你了解了 你可以先測試看看 你看我把它執行一下 按一下 執行 好 現在這裡沒有變化 對不對 當我按下遙控器的這個 紅色按鈕 欸 沒有亮 我看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這個 有 亮了有沒有 但是呢 因為我剛剛指色按下去亮嘛 我沒有叫它關喔 所以你再來一次不會關喔 哈哈哈哈 欸再來一次不會關喔 這樣了解 對 老師那我們現在再加上一個就是 我希望它 按下去之後 可能幾秒鐘之後 就變成關燈 好 就變成關燈 所以我們來這裡你看 那我要等待嘛 等待幾 一點點時間 你找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叫進階功能 左手邊有個進階功能 在這邊就有個叫等待 好等待你把它按下去 進階功能裡面 你就可以拿出來 好 假設你要等待三秒鐘 有沒有 那我要再加上一個關燈 我機目可以用複製的 按右鍵複製 三秒之後就關燈 有沒有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執行看看喔 記得程式有改化 你要先停止再執行一次喔 欸你看我把它執行 好現在 是關燈的 當我按下去 開燈 對不對 那三秒鐘之後 有沒有自動關燈 這樣就有了 但是 如果只有這樣子 有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它有一個螢幕 可以讓我用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訊息 顯示在上面 可以 你看我這邊做的 我如果在這裡按下去 開燈 平條後自動關燈 有沒有 我有訊息 還有語音 朗讀出來 這樣是不是會更明 更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再把這兩個部分加進來喔 一個是把你要的訊息 是不是顯在這個小螢幕上面 那再加上語音朗 關燈 好所以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訊息你要顯示在我們右手邊 這個 是不是屬於互動的 所以你要找 左手邊最下面那個遙控器 來我們看一下 左手邊最下面 如果你 已經打開比較多東西 你可以把那個 打開的稍微收起來 有沒有 這個可以收起來 這個可以收起來 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找到它 按下去 有沒有一個遙控器 螢幕顯示什麼 就在這邊 所以你把它拿出來 當你按下開燈的時候 你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啦 要顯示什麼內容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打字喔 那麼在程式裡面自己打字 是屬於文字嘛 它是基本功能 所以我們找到基本功能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文字 這裡有一個空的 可以讓你自己打 好 比如說你在這邊 我跟他講 這個叫開燈 三秒後關燈 這樣 所以呢 我們再執行看看 一樣的 執行它 當我按下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上面訊息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這樣子人家 視覺上它就看到 就會比較清楚 你現在做的動作是什麼 當然這個長度是有限制啊 如果你太長 可能就容納不下 可能我們就要分 兩個三個齁 就要分兩個三行 來做顯示這樣子 我們現在再把語音加進來 語音的部分在哪裡 在進階功能裡面 您左手邊找到進階功能 有沒有看到語音聲控 語音朗讀 這兩個齁 那我們現在是要朗讀出來 所以我就找這個朗讀 按下去 幾位同學 有沒有 唸得很快 因為它有參數可以設定 好了你看 我們要的就是第一個 跟第四個 也就是第一個 設定它要唸什麼 然後第四個 是它的那個語言的參數 你可以叫它唸中文 日文 可以唸英文 好 那它的聲音 還有它的速度 這樣你了解 好 所以我先把第一個拿出來 第一個 有沒有 我把燈打開 螢幕顯示這個 順便是不是再唸出來 那唸的內容 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如果跟它一樣 就貼進來 是一樣 那我再找到朗讀的參數 第四個 接在它的下面 你可以選擇 我是要比較 牽追一點的 正常的 要不要唸很快 剛剛老師那個就是唸很快的 有沒有 正常的 慢的 你都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先像這樣就好 那我一樣 記得改變 就要重新執行一次 好 現在呢 按下去 開燈去 這樣秒後關燈 這樣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覺得要關燈的時候 你再唸一次關燈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樣更清楚什麼時候關燈嘛 所以我也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按Ctrl加C Ctrl加V 或者按右鍵 關燈 我就來這邊 唸一下 關燈 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再執行一次 按下去 按下去 按燈 這樣調後關燈 好 一二 有沒有 它就在唸一次給你聽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們第一顆按鈕就解決了 對不對 我的LED燈已經可以控制了 我有點好 這樣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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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